侯友宜再提供CJ一天来到永和保福宫 和新北市副议长陈宏元 新北市医院联斐凡以及在地里长和贵宾一起参拜 感念保身大地长期以来守护永和地区 并且忽悠地方的建设发展 侯友宜表示 相传在玉皇大帝生日这一天 祈愿作为灵宴 特地到庙里祈福 并发送福袋 祈求新北市大发展 也祝福所有的市民朋友 在新的一年都能过好日子 农年吉隆武村心想事成 现场有不少民众排队领取福袋 第一位来自三峡的先生 在早上六点半就在庙城等候 希望能够领到具有创意 具有深刻祝福的福袋 所以从天公圣来到我们的保福宫 来用虔诚的心 来跟保生大地 祈求公调与税国泰民安 尤其在农年 就祝福大家 大家 大家愿意平安愿好 今天我们一定会满足大家 只要来陪队 我们一定发福袋给大家 尤其我看到今天来领福袋 依旧满满满都是人潮 这个排得非常的长 尤其我看到第一个 已经来得等了将近三个小时了 也是曾经在各地来领我福袋的 热衷的祈福的市民好朋友们 所以不管市民有没有来临 不代我都请求大家 今天都能够平安 搞探紧 永和保福宫建庙已遇200年 长期捐助永和地区国中小弱势学童 公益团体各项奖金 物资及难救助金 开圈至今也响应了 寒冬送暖爱新公益活动 发放救济金和白米 也和永和区卫生所合作 免费为低收入户健康检查 为地方公益不遗余力 记者赵世约新北采访报导 记者赵世纪